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台股里面来抢反台 好 如果这礼拜犹豫不决的投资朋友 眼看着台股就这样子站上月线 空手的人来不及追上 下个礼拜还有机会吗 可是下个礼拜还有连准会要升息的变数 要等开完会再说吗 那再等下去会不会又错过这一波的行情呢 好 怎么来看待下个礼拜该进该出 我们来请教两位专家帮我们摸清前路 首先第一位是丁教育老师 余哥你好 晚安 燕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第二位是王文亮老师 老师你好 晚安 燕廷晚安 大家晚安 终于感受到人气有所恢复 当然不光是在台股 还有在观光旅游夜 哎呀 夜者们这个礼拜笑得可开的呢 终于感受到真正的暑假 人气热度回来 因为有国旅刺激的补助 在这样刺激的补助之下 好多的地方人潮爆满 饭店现在多难定啊 燕廷在上礼拜旅展上面买的一些套票 现在有票 但是炒不到饭店的空档 好 宇哥啊 看起来好 整个台湾现在的人潮气氛开始涌出来了 确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很漂亮 很好玩 值得花钱 那要来请你经验分享一下 依照你的这个出游的经验 好 你通常会把你的钱啊 怎么样的规划 你在旅游的支出上面会怎么样配比 我们想知道的是 就现在人潮涌出来 有哪一些方向 哪一些的产业是真正能够吃到这块大饼呢 各位观众有没有发现 这个六月底进到七月份 虽然我们账面上这个疫情 染疫的数字并没有说很明显的掉下来 可是有没有发现就是进到七月份之后 对不对 路上的人变多了 对啊 游览车 我也看到一台游览车 我们光讲路上的人 一般的人 捷运人也变多了 就大家比较赶出来了这样 其实刚才燕廷有讲到一个关键 就是这个暑假来了 那最主要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 消费力最旺盛的这一代来讲话 放暑假 那这一批族群来讲话 其实他们对于这种疫情的 这个所谓容忍程度 也比长辈要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他们可能认为说 我们放了暑假之后 那在这个大家自身照顾好情况之下 他们现在出游的一个状况来讲 非常踊跃 你像台东来讲的话 这个绿岛啦 我们讲绿岛或是蓝宇 那潜水的活动 其实坦白讲 你现在去 你完全都不要想了 根本都定 对 定不到 定不到了 饭店真的定不到 对 好 那你说台东这一块来讲 我过去 今年我还有参加这个铁人赛 我们铁人赛很多都是在台东举行 哇 这个好山好水 但是有人说好无聊 为什么 可是花冬中午是真的很漂亮 那边的景色相当好 你现在如果去台东去订 订这个饭店 一样不好订 对 所以代表说我们的年轻族群 在暑假来临的时候 对不对 他们对于台湾现在这个夏天 这个天气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他们出去旅游的意愿非常高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 所谓的开放出国 其实坦白讲 唯一的一个关键在什么 团令 净团令 你知道吗 所以你这个净团令 没有拿掉之前 其实坦白讲 对于所谓的 我们看到是说 股票操作上面来讲 这些所谓观光股 对啊 这礼拜话题很热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说 消费力呢 大家会出游 但是出去玩是走马看花 还是你觉得真的在支出上面 大家现在也敢花钱 出去玩就是花 第一步出去你就是要交通 你就是要吃 就是要住 那这个会带动个喜欢 就像消费券的意思一样嘛 你不去花 你不去住 那住宿饭店的人 他们没有收入 他们怎么去 去做一些其他消费呢 所以这是一个活络的一个开始 那年轻族群这次打先锋 那最主要就是暑假旺季的来临 所以你觉得饭店业者的观光业绩 应该很值得期待 观光地区 观光地区 市区还没有 市区还没有 所以这个大家要先分清楚 那在台股上面的 个股上的连结呢 这很现实耶 我觉得刚才这个艳婷讲的 就是说他去抢了这个套票 你抢套票没有关系 可是有时候股票你不要乱抢 你抢套票抢不到 抢要住套房了 这个当然开开玩笑 可是我跟各位讲 现在观光股 在这个礼拜的观光股 其实它就开始出现一个 涨跌互建的一个震荡了 比如说像是雄狮 像是三富 像是凤凰 像是富衍 还有一些观光族群 我没有列上去 当然最主要是华航跟长荣航 这整体而言 它是一个泛解封 或是一个 这个是观光旅游的概念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很多人对于观光股 我跟各位做个分享 观光股其实买的是一个期待 不是获利 不是获利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这里列的这些是解封 泛解封概念股 这些你看都是旅游跟观光 像富野它的大宗的一个生意来讲 台东的富野饭店有 对不对 那凤凰三富跟雄狮 这个大家就都很清楚 也比我来讲 那你看像富野如果有饭店的话 那是不是至少它七八月业绩 有票房保证 保证这两个字我们不敢讲 对不对 那万一有什么台风的取消 还是说什么BA点 是BA点 这个我们现在不敢讲 可是就我知道目前来讲的话 台东或是花东 这一块的一个旅游来讲 是不是非常热的 那更不用讲像澎湖了 所以我觉得观光股 各位记得一点 我们买的是一个期待 那未来这个解封的期待 我觉得期望值是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族群来讲 雄狮三富凤凰富野 操作上建议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礼拜有出量 比如说像是这个三富 连涨了三根大涨之后 对不对 它会一个震荡 那震荡的时候拉回 我们在进场做布局 重点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在边境解封之前 政府竟然推国旅的一个补助 我相信对于整体的 一个业者的一个收入来讲 它会是一个正面的期待 好 所以那操作的方式呢 你说买的是一个期待性 所以只要政府还没有说 开放解封之前 这些都一直可以一路期待下去吗 边境解封跟进团令 这要合起来一起看 边境会不会正式解封 我觉得它会在进团令之后 因为你边境解封还牵得到说 原来是国外的人进来台湾 而不是我们出国旅游回来 可是进团令就是我们出去玩 只要能够开放能够组团 那我觉得这个就立马对于 我们所谓旅行社的业者 会有直接而明显的贡献 OK 这是在观光业者 那当然啦 希望的就是带起整个台湾的 经济消费的力道 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那讲到消费力除了看国旅 食品厂是不是也是接下来一大重点呢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出门去玩嘛 但是下个礼拜开始要进入到民俗月楼 有些吃喝玩乐可以省 但是长辈们普度败败的钱 绝对不会省 所以要请教老师帮我们看一看 按照过往的经验 有没有哪一些各股 这个厂商的业绩 每每在这个时候 就会特别的旺 特别的突出 其实以台湾的食品股来讲的话 他们的业绩平常来说 就相当的不错 而且这些食品股本身呢 都是老牌的 也就是说 他们就具有一个资产的一个价值 所以长期来说 这些股票呢 它的走势都算是比较平稳 那么如果要谈到食品的旺季的话 那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 中元节 还有中秋节这两个部分 那尤其在中元节的部分呢 其实是很多消费品 而且呢 是在这个民生用品的 甚至大家平常会接触到的 这些临时方面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旺季 为什么 因为中元要普度 那现在的普度呢 其实呢 它跟通路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只要是来到了这个中元节呢 其实食品股相关的股票 都会有一些表现 那么举例来看 包括像统一 泰山 艾智卫跟莲华石 其实每一档股票呢 他们都有不同的一个特质 那以统一来讲的话 它的产品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而且最近统一才刚刚 病了这个加勒服 他等于是百分之百 集团百分百去持有这个加勒服 因为统一持有70% 统一超持有30% 也就是说后续呢 在整个中元节的一个 消费力的部分来讲 其实统一后续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可是为什么那一天就是公告出来的隔天股价的黑K棒拉这么长啊 其实因为事先大家对于这一个所谓的加勒服的一个收购案呢 已经有一些期待了 所以在过去的一个月有一些期待性的买盘 他先进场了 所以先前其实外资也买很多 其实外资可能有一点点的在预测 获利了解 所以他现在确实哦 确实那天的黑K棒外资卖蛮多的 利用力多的消息来做获利了解 不过这是一个短线的一个走势 那如果说以长期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观察统一 它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 还原席指呢 它的股价一直在创新高 那除了统一之外 跟这个中原谱度有关的 包括像泰山 为什么 因为泰山它的产品呢 都是相当都有这个非常吉祥跟祝福的味道存在 因为它有八宝中 有十五宝 所以听起来都蛮喜气的 那另外呢 还有仙草蜜 那花生仁汤 那在艾滋味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早餐比较会用到的 像这个玉笋啊 土豆面筋 硬瓜等等 那当然统一也是一样 统一有泡面有饮料 那其实后续我们会看到的一个就是 拜拜包 就是或者是拜拜箱 就是他们会整个推出一箱一箱的 让大家方便 我们不用说再去做一个整理 所以联华石呢 它会推出这个中原谱度的拜拜箱 那里面会又有什么 其实它本身的产品就相当丰富了 而且都是我们平常 甚至我们可能天天有人呢 都在吃海苔 原本山的海苔 或者是万岁牌的坚果 那甚至于说包括像这个可乐果 可乐果它是豌豆酥 它现在不只是这个一种口味而已 它的口味大概有七八种左右 那这些不同的商品 如果把它放在这个 中原谱度的败代箱里面的话 其实 而且很方便 因为我们要普渡 我们就随手一箱抱了就走 而且这里面呢 又能够这个 有应有尽有 然后而且不管大人小孩 其实这都会 都会喜欢去吃 那所以说 针对这个中原普渡的部分 是在这个食品股的 个股的部分 是比较表现的空间 那后续当然到中秋节的时候 它是廉价 那中秋节的廉价呢 其实就是在观光旅游的 那观光旅游 刚刚我们有讨论到一些饭店 那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 其实饭店股呢 他们在今年会有一个特色就是 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大家比较不敢出门 所以基期很低 但是今年的这个营收呢 它的成长幅度呢 相对就会比较大 我们举例来看 如果我们观察像富野 刚刚谈到的富野 富野在今年的6月份 它的营收是比去年同期 成长了大概是500% 成长了5倍左右 那除了富野之外呢 包括老爷资本 它的成长幅度更大 是成长10倍 六月的营收成长10倍 但是这显示出 他们去年是有多么的惨淡 所以这后续来讲 他们的人气也开始在汇聚当中 那不只是饭店哦 包括呢 我们旅游的时候 会到休息站去 那甚至于说 还有一些观光的园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南人湖 它的营收也在成长 它在今年的6月 营收也在成长 所以路上真的车变多了 那休息站呢 它的现在来看的话 它也是有一些很多人 他会在休息站做一个 可能会进行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个 这个甚至把它当作 也是一个景点来看 那另外除了这个南人湖之外 还有六福 那六福呢 它的六福庄跟六福 这个六福村 其实呢 我们也看到说 它的营收 今年6月份 还没放暑假 已经成长了394% 还没放暑假 那不是暑假更旺 暑假会更旺 所以南人湖跟这个 包括像这个六福的话 其实现在应该会 一路旺到中秋节 所以你觉得会一路旺到中秋节 会一路旺到中秋节 因为最近的这一波人气出来 主要是国旅的刺激嘛 可是你知道最近新闻 一直在讲 我也好紧张 国旅的那个补助 好像说看起来大家蛮热络 很可能八月底 就会用到差不多 九月份会不会用到经费 不确定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这样人气 会不会随着国旅的这个补助 就慢慢的淡化呢 不会 因为其实呢 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个气氛 反而会被国旅刺激之后 带起来了 对 带起来了 所以后续来讲 反而会有更多的 这个出游的热潮 因为大家使用国旅 它只是说 它让这个景点越来越热闹的话 它会让更多人 更想去这些地方 好 这是在观光旅游业绩 看起来会一路旺到九月份嘛 但是个股上面 还是要精挑细选 有些人才是能够真正吃到 吃到这块大饼嘛 但有些可能还是 目前是期待性质比较高 给大家做参考了 那上礼拜的行情怎么看呢 因为下礼拜有联准会 又要再一次的开会了 会怎么影响大家的情绪 大家都免疫了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